短短10亿个交易日,白马股康美妖夜600518,SH股价就累计下跌达43%,市值蒸发近458亿元。 这场噩梦看似突然,实际却并不意外,康美妖夜的闪崩指向再次被置于涉嫌财物造假,包括以东北三宝之手的人生为核心的消耗、性生物资产。 十余年前,这家来自广东的企业进军东北,并逐不够建起比较完整的人生产业链,但企业既表现不佳,资产高期却从未减值。 那么,康美妖夜的人生种植情况到底如何?人生行情又是怎样? 界面新闻记者近日在吉林盛吉安市进行了实地调查,希望揭开康美妖夜神秘人生资产的一角。 界面新闻发现,康美妖夜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核心部分零下身损耗高,且企业存疑,而种植原产基地也存在产量不佳,管理不善等问题。 康美妖夜的人生是否如水产第一股张子倒跑路的扇贝,被做空机构钉上的灰山乳液的奶牛,亦或是更早前的蓝天股份的鱼,核心资产零下身,损耗高, 骨质存疑在人生的品类中,叶山山耗用价值最高,但已近乎绝迹。 2005年新版中国药典,就已将山生删去改以林下身作为药用品种。 林下身是人工将菜籽散播到桥木、灌木、枣草组成的真阔叶混胶的森林中。 纯自然生长10年到20年,是最接近野山生的人生种类。 康美妖夜从2014年开始有计划的投资林下身。 该年6月,康美妖夜董事会通过有关议案,计划投资8亿元收购森林,12年到20年以上林下身约600万桥。 截至该年底,公司已累计投入近9.12亿元,收购森林15年以上的林下身。 次年4月,康美妖夜又发起二期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收购森林,12年到15年林下身约350万桥。 截至2015年底,公司林下身项目已累计投入近19.42亿元。 这带来的结果是康美妖夜消耗性生物资产持续飙升,林下身也逐渐成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核心。 截至去年底,公司林下身的账面价值达28.48亿元,占同期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的比重,高达近88%。 康美妖夜在2016年后为了披露对林下身的投入资金情况。 但此前,公司审计机构聘请的通化众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众业资产,对公司位于基林省吉阿市和辽宁省怀而满足自治县。 各乡镇的林下身共15,034亩林地不仅给出了具体的数量1408万株,还做出了增值的结论。 一般来说,林下身生长的年限越长,价值就越高。 中院资产数据的评估结论显示,康美妖夜林下身估值为36.18亿元,相较于截至去年末账面价值,增值近7.71亿元。 增值率达27%,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林下身自然生长增值所致。 上市公司并未披露详细的评估报告,外界也难以了解其具体采用的评估方法和过程。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虽然人身贵为百草之王,林下身是仅次于野山身的珍贵药材,但是当成本与价值量不匹配的时候, 简直就依然存在可能。 界面新闻记者在吉安调查了解到,生长年限越长的林下身,越容易出现掉苗现象,也就是说耸耗的多寡,也会对林下身总体价值产生影响。 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康美妖夜在吉安市的林下身基地比较分散,距离吉安市城区近40公里的道路站分布,有公司多个林下身基地, 如大洋茶村、高地村等的。 据大洋茶村村民介绍,康美妖夜在该村的林下身基地位于江江沟,都是公司四五年前从石瑜家身龙那里收购而来。 目前康美妖夜在该地的林下村分,零以有18年到19年左右,但公司并未采收。 当地,有知情村民告诉见面新闻记者,公司原来买的时候苗多,现在估计就剩三分之一了,掉了三分之二。 记者有此致电,康美妖夜懂你吧。 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询问审计机构,当在此联系时,对方表示具体信息依旧尚未掌握。 对于林下村的损耗情况,记者通过致网检索,发现已有诸多研究,在2011年6月发表在盐编大学学报的一篇,名为《不同生长年限人生的土壤维生物多样性研究初报》的文章中提到,从定制到生活参根期间,林下村死亡率80%到95%左右。 但开文章并未指出生长周期,若以林下村最低十年的年限计,年均耸耗率为8%到9.5%。 还有2015年6月,发表在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长白山区林下村生态栽培模式一文, 作者通过位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林下村生态栽培实验从2026年秋季到2014年止,得出的结论外, 开始实验后的第一年,参者直播成活率为80%,移栽成活率为85%,到2014年参者直播导苗率为22.5%,移栽导苗率35%。 即在该研究中,林下村采取参者直播生长8年的累积损耗率为77.5%,年均约9.69%,移栽累积损耗率为65%,年均约8.13%。 同样自2014年开始,布局林下村业务的子养耀业,此前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称,其林下村每年损耗率约为5%到10%,去见面新闻记者了解。 林下村分子直播一般有两种方式,点播和散播,其中点播的保描率相对较高,故身浓多,采用点播的方式。 按照点播的方式,学的间距约20公分,即每亩林地最初约有16500学左右。 按照前述研究中80%的损耗率,每亩的在采收前的留存量,约为3300株。 但根据汤美药业披露的数据,公司平均每亩仅有937株生鸟,即累积损耗率约为94.3%按照前述点播方式计,接近前述研究数据的上限,而根据前述村民的说法粗略估算。 公司该基地零下生近5年左右的损耗率,累计就达66.67%,纪年均约为13.33%,也远高于上述研究数据和通行数据。 另外,记者从当第一位生龙了解到,其种植的14年左右的零下村村的一亩大概有2000株苗,远高于汤美药业零下生的单位数量。 对于零下生为何会出现损耗? 当地生龙表示,零下生年头越长苗钓的越多,钓苗就是地下的人生烂了。 没有了,耗子科,虫子吃,病害等,都会导致掉苗。 另外,野猪等也会对人参造成损失,若管理疏忽,损失可能巨大。 康美药业此前也撑,零下生在生长过程,终极与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自然灾害对零下生的影响很大,每一年的产值和效益,都会有相对的变动。 前述研究也提到,零下生生长周期长,包苗率会逐年降低。 主要原因,包括杂草灌木与零下生存在生存竞争,与水引起的病害,野猪、零鼠、狗花等动物危害严重。 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康美药业在该树零下生基地约有10人住手,两人一组分散看护,能否有效管理呢? 除了自然因素,当地还有生龙透露,他们康美药业主要是人为的,管理不行。 下雨天还雇人进去干活,人光顾着干活,很容易把人身薄和虚彩断,这样人身就容易烂。 烂了以后就没有苗了,康美药业上述工作人员,趁,对拒绝损耗原因并不清楚。 见面新闻记者未能验证这一说法,但是显然,随着时间的增长,零下生的数量会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而减少,而自然生长的价值是否能弥补这些所耗? 这是一个时间和数量对价值的动态博弈过程,评估机构又能否准确得知。 另外,作为消耗型生物资产,生长于山林间的零下生和海水中的扇贝一样,都具有难以省计的特点。 大阳岔村,一位曾将零下生卖给康美药业的生农表示,当住公司来买的时候,大概就去看看生苗情况,并没有去树苗,到底有多少苗谁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有业内专业资产评估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消耗性生物资产常见于农业微企业,资产审计比较困难。 出现造假的情况也很多,像零下生这种一般,采取抽样的方法。 抽样率越高可信度就越高,而增减值的依据,是通过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进行比较的出来的。 但康美药业并未披露设计机构对零下生的资产设计方式,若采用的是抽样方法,准确性有多高益不可知。 康美药业此前公告称,公司尚未对零下生进行采收及对外销售。 在2015年4月发布的投资公告中,公司表示会根据市场需求,对零下生进行试量采发。 销售计划以批发为主,但据沃恩的数据,全国人参批发价格,自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 也有独卫申农表示,今年零下生价格要比往年低,比如生长15年,七八可以跟断零下生,原来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卖100元。 今年就30元左右,现在多了,物以稀为贵吗? 这与康美药业争称的人生自然生长增值,账命存货价值上升存在矛盾之处。 而在前书投资公告中,康美药业当时还预计零下生价格在未来几年仍然呈上升趋势。 这是否出现了无判? 目前,康美药业早期收购的零下生已有19年左右,但公司宁愿承受数量损耗和不断增加的成本,也要继续占用公司资产而不变现。 恐怕就是受到不及预期的价格因素影响。 康美药业上述工作人员承认,公司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采收那量,现在还没有达到最好的价格。 今年有采收一些,但是量不大,主要的门店销售是水市场,种植园餐基地,产量低,管理不上种植园餐是除了野山生、零下生之外最为常见的一种人生分类。 野生平地栽生,寄人公种植在平地里,生长年限五年左右,在药用价值上,种植园餐要低于零下生。 40余年前,康美药业进军东北部局人生产业以来,公司人生种植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截至去年底,种植面积达2.5万亩,拥有农田人生种植基地18处。 截至同期种植园餐正面价值为4.04亿元,其中达到可以收年限在月位1.1亿元。 为了解种植园餐情况,见面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吉安市,派上着荒娃子、春德康美大地餐业三分场。 矗立在地头的宣传台显示,该奔厂为碑林地人生,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基地面积5000亩。 不过,当地村民表示,康美妖夜在这一块的种植面积并没有几千亩,随形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曾经也种植过人生,其也称五千亩不止这么大地方。 当地多位村民对该基地的产量表示忧郁,描长得不行,今年收成不太好,挖出来也有烂的。 一连二十斤的四十斤上下,联系当地同用说法,一五的约二十五连三十连,当地生农自家种植的餐的一连一般会有五六十斤,甚至七八十斤,可健康美妖夜干基地的单位产量并不乐观,导致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管理,去了解,病虫害,如粒酷病,精斑病等,都会严重影响人生生长,需要打药防治。 但若使用失道,如时期不对,药量不当,就会造成效果不佳,或者农残超标。 此外,恶劣天气如倒春行,缓阳洞,等也会对人生造成损耗,必须要精心管理,才能保证身苗好,损耗敌,出产量。 而身农靠餐养家吃饭,肯定会精心管理。 但公司可能就不一样了,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成,而举当地村民透露,公司管理采取的是厂长负责制,平常的事情如除草,帮含等,都是厂长负责。 公司的人一年来个两三次就是多的。 界面新闻记者,在该基地上无采收的餐的看到,虽已是双降时节,但有它的杂草率一昂然,已经变黄变年的生苗却显得稀稀疏疏,甚至出现大偏餐的无苗的情况。 记者所谓多处周边生农种植的餐子发现,其生苗情况就要明显好于康美药业在康美到第三月份该基地的生苗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康美药业该基地在今年8月还被吉林省农艺委员会,认定为厂白山人参品牌原材料生产基地。 该品牌鉴定实施动态化调整,苹果的依据包括基地管理、人参质量、农药残留等同林下餐一样,种植园餐同样也从未出现过典值。 康美药业的理由是,公司种植园餐起收钱的单位成本约30元到50元美金,成本低于市场销售价格,不存在典值情况。 截面新闻记者从当地有过人参种植经验的生农了解到,从种植到采收一年的平均成本在1000元左右,若是生农自家种植,则会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而公司承包种植的人工成本,占比接近一半甚至更高。 按照康美药业上述基地平均30斤每年的产量和单位成本,公司一年的总成本为900元到1500元。 再加上起收时的成本和损耗,意味着公司最终的成本会更高。 在价格方面,有多位生农表示,今年种植园身价格普遍较低。 截面新闻记者了解到,当地有生农四年收的种植原餐卖给辽宁某公司的价格为30元美金,也有20元美金就卖的。 而三四年前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卖到上百元美金,正是因为前些年人生行情好,激发了深浓的种植热情,导致现在市场有点供大于求了。 多类吉安市当地人士,表达出类似的看法。 截面新闻记者在吉安市亲和人生交易市场了解到,种植原餐先生的价格按照年限,大小,品项各有差异。 从30元美金到上百元美金不等,但价格总体也比往年低。 如今年50元美金的往年可以卖到90元左右,这对康美药业来说,市场价格的下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3亿元不简直的人生资产背后,亦西药销售起家,到目前涉足中药材,中药影片,西药,保健食品及食品,中程药,医疗器械等诸多领域。 这家来自广东的药体早在十余年前,就对东北三宝之手的人生有所规律。 从2009年在吉林省吉安市,是粒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下车康美新开河,并收购当地人生企业,再到2010年投资10亿元,启动建设人生产业园。 由于2011年收购及安大地参业有限公司,康美谣业逐步构建企业人生种植,加工,开发,销售位一体产业联格值。 也正是在2011年,康美谣业首次披露了小号新生物资产规模,约为0.57亿元,到今年上半年末,已达33.09亿元,增长57倍,占存获的比重约20%,占公司净资产的比重也接近10%, 与持续增长的资产规模相比,康美谣业的人生贡献的业绩却差强人意。 公司年报披露的康美新开河合并的业绩数据显示,该公司收入在2012年达到4.21亿元的顶峰后,便持续下跌,净利润起伏也相当明显。 根据天眼查披露的数据显示,康美新开河母公司是其合并报表中核心的业绩来源,去年康美新开河母公司收入同比大幅下降近43%,并由盈产亏。 至于2012年公司人生产业园,建成投产时,声称年销售17亿元的目标越来越远,对康美药业去年超过40亿元的盈利更是造成拖累。 对于康美新开河业绩下降的原因,康美药业解释趁主要受新开河洪生产品劳力下降等年速影响。 洪生是人生竞争之后干燥的加工产品,是公司人生业务的主导产品,而其毛利下降的原因获在于价格的下降。 据万的数据,洪生价格从2014年的高点持续下降,与康美新开河先生后降的业绩趋势相吻合,业绩表现平淡的背后是康美药业人生并不乐观的销售。 过去的三年里,公司人生产量持续增长,但销售活动明显,2016年销量下降近34%,三年平均产销率不足70%,库存值高速增长,三年内增长近5倍,推动公司库存商品高企,产品存质销风险。 同时,对于康美药业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来说,也并不是不存在减值的可能,零下身价格难有更好的表现。 种植原餐的价格持续下降,最终都有可能演变成减值。 有市场分析指出,近三年的高产年导致人生市场供应增加明显,远超过市场需求,或使得未来一段时期内,航行持续停软。 若未来价格继续下降,简直概率将会增大,也必将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不回首望去,巨额投入却持续换过来相应的回报,康美药业十年前做出的决策是否存在失误,当公司划出的人身大饼,却显然给了投资者美好的预期。 尽管这预期尚未完全落地,却在助推着公司估值不断攀升。 但随着十多天前的一次闪崩,市场将近一步认识到,这家装成要巨头冰山之下的隐患,讨厌其质地的时刻或许又再次到来。 在2012年,康美药业边经受过一次考验,而此次出了引人生资产为主要一天的存货高企之外, 康美药业还面临着其他诸多巨疑,包括货币资金充裕去频繁融资的账命资金真实性问题,控股股东股权质压比利高面临的暴雷风险等,甚至出现公司股票被操纵的产言,在市场调整明显。 医药板块负面不断的情况下,白马股的康美药业也未逃出沦为金工之鸟的恶运。 然而暴跌之后,康美药业近期发布的三季报却依旧未给市场施下定新闻。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254.28亿元,净利润38.47亿元,均保持着不错的增长,但是新的质疑也接踵而至。 周增的再减工程账面余额,又引起了市场的注意。 数据显示,康美药业截至三季末到再减工程余额,猛增至44.48亿元。 大季增加28.51亿元,相比中报增长达178%,相比年初更是增长310%。 公司表示,主要原因吸气内康美媒和口医疗健康中心项目和康美智慧药房项目等投入增加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正经公司连续两个报告期出现减持,累计减持9356万股,而在暴跌期间,有进有出的机构或昭示着康美药业看不清的未来,跌落千亿市之后,康美药业还能重新站起来吗?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